最近呢 家里小孩也不知道从哪听了个词 叫背锅侠 老问我啊 这个背锅侠是什么呀 跟钢铁侠蜘蛛侠谁厉害呀 是背着锅打仗吗 你说孩子问的我哭笑不得 咱们今儿可以聊一聊这个背锅侠 要是有同样问题的家长 您就把孩子拽过来 让他看看这条视频 我一块给说明白 省了你的事 背锅侠 顾名思义 背黑锅的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代替别人受委屈 受惩罚 其实就是俩字冤枉 他不一定非得背了一口锅 是个比喻 在三国演义里边呢 还真有这么一位背锅侠 他这个工作呢 巧了 还真跟这个锅呀 有点关系 他叫王后 也别误会 这不是说国家王后 妃子那个后不是 这是一个后来的后 下面一个土地的土 这字呢 念后 这个王后是曹操的仓官 在军队里边到了时间 他负责发放粮食 买国造饭 让大伙吃饱喝足 好去打仗 俗话说的好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古代行军打仗 管粮食的官是非常重要 一般来说 也不会用你上场打 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就行 估计这个王后家里边 八成是请客送礼了 他得了这么一个美差 但他万万没想到 叫这个美差 因为曹操的阴险 把命给送了 话说在建恩二年 曹操率兵 征讨元素 当时北方刚刚经历了一场旱灾 军中缺粮 这个仗打着打着 粮食就不够吃了 王后作为这个参观 去请示嫂子 丞相啊 这粮食没了 这怎么办 嫂子一琢磨 告诉他说这样吧 你啊 你改用小壶 给大家发粮食 试试 他们能不能看出来 壶是古代的一种容器 那也是容量单位 正常一壶 大概等于十斗 如果再小壶呢 可能七八斗 全军几十万人 能省下挺多粮食 那这个王后啊 挺本分 她问曹操 说这样 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呢 将士们不得骂鸡吗 嗯 曹操胸有成竹啊 你照我说的办 真出了事 我自有妙计 好吧 你王后一瞧 曹操这么自信呢 那就相信他吧 毕竟处久了 他也知道 曹操聪明 鬼证 得嘞 那就这么办吧 改用小壶发粮 出了事 就等着曹操的妙计 但王后死后没想到 这个妙计 妙就妙在 算计烫 火不其然 没多久 将士们吃不饱啊 以前那一顿撒馒头 现在俩了 打仗都没劲 开始怨声再报 说粮食发少了 这个事越闹越大 最后都闹了曹操这儿了 眼看大伙要造反 曹操开始用妙计了 他把这个 王后找来了 王后还问他 丞相啊 局面快控制不住了 差不多了 该用您这个妙计了 曹操乐了 那是那是 那是自然啊 我现在还缺一样东西 你得先借给我用 王后说 我能借给您什么呀 借钱我也没有啊 曹操乐了 摸了摸他的脖子 说借钱没有啊 借我一条命吧 我想借你向上人头 王后一听 啥了 您借这干嘛呀 我这脑袋不好吃啊 曹操一声大喝 来呀 来人 把王后 拖下去 砍了 给他编了一个贪污罪 说是参观王后 故意苛扣将士口粮 暗律斩首 将士们知道呢 总算是有个发泄口了吧 大伙就骂些呗 把这王后祖动十八代 全卷一顿 曹操面不改色 在那坐着 哎呀 这个执法严明 这个跟包青天似的 后来大伙骂够了呢 粮食开始照常发放 这才不闹了 曹操呢 是安定了军心 可怜这个王后 一点都没来及 给自个辩解 就这么活生生的 给曹操背了黑锅 一将功成万古枯 像曹操这样的枭雄 平常这样的事 肯定也没少干 王后恐怕只是其中 微不足道的一个缩影罢了 历史上这样白白的受冤 身死明灭的背锅侠 大有人在 希望大伙 吸取经验 别被人坑 俗话说的好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咱们呢 明天见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